為了要讓青年學主 萬里讀品 中屬正當的休憩活動 中華飛安宮在收治國中 基盤青少年四季拿球三對三打球比賽 除了時來團用到 搖地金廟主比動勢精神以外 當時也讓教育運動的學主 可以讓青年他打拿球的記者 青春發派的舞蹈 登現少年外力 由中華飛安宮主辦的拿球三對三報名賽 在收治國中拿球場正式開打 拿球場上欠貌參賽選手 中華飛安宮委員也告訴作隊 勒長打球人儀 最重要的是 就著四季拿球賽華東 向青少年朋友選擇歡豆援霸零 重點是真的不要吸毒 因為吸毒沒有一個好下場 更不要販毒 然後不要欺負同學 現在網路霸凌很多 對不對 有沒有在網路被霸凌過的 感同身受真的是不舒服的 所以今天除了辦籃球賽之外 重點是大家能夠互相提醒 不要網路霸凌啊 然後不要吸毒 旁邊如果遇到朋友 同學有吸毒的 一定要趕快阻止他 還好表示 那球場和青少年 最愛人們的運動很好 希望頭盔競賽 都很活力 感謝彰化 慧安宮 用暑假期間辦理這個 青少年三對三的籃球賽 讓我們秀水國中來進行協辦 那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那是以反 反毒反霸凌為主題 那鼓勵同學多運動 而且投入有活力的運動 遠離毒品跟暴力的危害 那報名非常的踴躍 目前有45隊參加 是以國中生為主 那分男女分組進行 那讓同學展現平常 籃球訓練的成果跟水準 實在是非常的正向 有意義 再次感謝彰化慧安宮的一個 全力贊助 也歡迎有更多的社團 可以到我們秀水國中 來照顧關懷更多的學生 為了提供青少年健康運動 中華慧安宮受到優點營業的支持 超一回的基板籃球活動 提供一個公正公平的籃球比賽 讓很多跟籃球的學生孩子 真正在你籃球中頂流汗 提出到生活流下美好的回憶 在中華新聞您貴英 收水彩虹報道